例子上說Apple X是長這個樣子 那麼給你A.0,Apple 0,B.3,F.3 那麼要求直線AB平行 跟直線AB平行 而且跟這個Y.Apple X的圖形 相切於C.F.C的 它的直線方程式 切線的方程式 那這個C給你的範圍是在0跟3之間 那超過了就不行 那我們知道說 你現在有A.B.F.0代進去 就可以求出來 這個F.3也可以求出來 所以這兩點都是可以求出來 那兩點知道 它跟這個直線AB平行 所以直線AB它的協力就可以知道 跟它平行這個協力就是固定了 那所謂的協力就是你的Apple Problem X 一接打能數 所以你就先把它微分 所以你先求出F.0 把0代進去上是0 F.3把3代進去是18 所以你這兩個點就有了 那這兩個點所形成的協力 就是兩個X相-3-0分之 F.3-F.0就是18-0 所以答案是6 所以你這個切線的協力就是6 那切線協力就是F.0分之1 把它微分一次 得到這樣 把3D出來 然後 先一下把3D出來 然後這個X加-3X-3 所以X等於正負-3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剛才X的範圍要在0分之3 所以負的不合 所以我們的切點就是取X等於-3 把更號3代進去就得到F.3 算一算 更號3代進去是0 所以有了切點有斜率是6 那你就可以寫出切線方式 Y-Y0等於斜率乘上 X-X0 Y-0等於斜率6 乘上F.X-3 好 所以話題一下可以得到 6X-Y-6分到3等於斜率 看看原題 X-Y-0